大家好爱吃鱼的小猫君又和大家见面了 如果是有关心韩国文化的朋友们 相信你一定听过妈牌这个词 妈牌是来自韩文的所写词 意思是妈妈朋友的儿子 制的是妈妈经常提起的朋友的优秀儿子 不但以表人才 还有许多很加分的优点 例如性格好、学历好、事业有成 很会讨长辈还心等 这些人都成为了妈妈们行中理想的儿子或女婿 而韩国演艺圈中 就有不少常常被提起的妈牌韩星 今天就来为大家介绍 好奇都有谁的话就赶快往下滑吧 金秀贤 今年创下最佳受试成绩的类之女王 金秀贤在剧里饰演男主角白贤佑 她拥有非常英俊帅气的脸蛋 只要喝醉酒还会散发可爱魅力 就连冷烟的财阀千金红海人 金志愿事都抵挡不住 此外白贤佑从小到大都是个完美学霸 长大后考入首尔大学法学院 并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 进入社会工作没多久就当上理事 在首尔就有间全租房 高智商 加高颜值 加高学历 加工作好 就连父母都经常为她感到骄傲 不少韩国网友表示 白贤佑完美到无懈可击 说是妈旁排行里的冠军也不为过 车银忧 每当提到长得帅的关键字时 第一个一定会想起脸蛋天才车银忧 车银忧拥有着精致的五官 尤其是她那水汪汪 随时放电的大眼睛 真的是名副其实的曼思男 除了有着帅气的脸蛋外 车银忧还是个品学兼优的学霸 从国中开始一直维持全校前三名的好成绩 也曾经担任学生会会长 她曾透露 小时候的志愿其实是首尔大学 并希望成为一名法官 而决定勇闯演艺圈后 在忙碌的日程中也能兼顾学业 高中毕业就被保送到名校成军馆大学就读 车银忧不但是曼思男 更是一名脑心男呢 因成绩相当优秀 加上外表俊秀 而有了妈旁的封号 意思就是指长相忧 功课家 品行端正等各方面条件 无懈可击的完美男了 2017年初 骑士车银忧有和成员来台 举办粉丝面会窝 车银忧更秀出中文实力 20秒流利介绍ASTRO成员 展现高材生风范 即使高中时她就曾选修中文 成员也透露她常利用空档练中文 这种学习精神非常值得效法 不愧拥有妈袍封号 车银忧虽然长相俊秀 但骑士运动神经非常发达 学生时期曾是足球队 篮球队主力 出道后也在韩国特别节目 偶像运动会展现实力 而车银忧也曾表示 自己平常也非常喜爱游泳窝 说到车银忧的专长 更是多的说不完了演戏 吉他 小提琴 钢琴 唱歌 海事走秀 都是难不倒塌的 丁海银 丁海银因先后出演韩剧 《当你沉睡时》 机智牢房生活 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等作品 打开知名度 更有了国民年夏难的美誉 丁海银拥有阳光帅气的脸蛋 不过狗狗像之下 却隐藏着健硕身材 反差魅力实在让人招架不住 私底下的丁海银 性格沉稳安静 有不少演艺圈 前辈都称赞 她是个人性假等的后辈 不但非常谦虚 礼貌 对自己的事业也充满热忱 而丁海银 在2024年8月搭档 亭找民主演浪漫喜剧妈妈朋友的儿子 在剧中饰演妈妈口中的模范儿子崔盛孝 不少网友都表示选决大发 这个角色简直是为了丁海银量身定做的 让人非常期待 2PM玉泽衍 玉泽衍12岁时 随父母移民到美国 在学生时期就对音乐和运动充满兴趣 除了在爵士学会和足球队都有很好的表现外 更精通英语 日语 西班牙语等多国语言 玉泽衍在18岁时 为了追寻梦想回到韩国 虽然忙于发展演艺事业 但并没有忽视学业 就读唐国大学的旗馆经营学习后 更在韩国三大名校SKY之一的高丽大学 攻读国际经营与贸易学硕士 此外 和野兽派粗犷的形象截然不同 玉泽衍性格温柔 爱撒娇 且喜欢料理 厨艺精湛 是不少妈妈心中的国民女婿 李采文 李采文出道后 曾经参演过不少作品 包括《游灵开始爱上你》 《还魂》 《光与影》 之后在浪漫俗成班中 饰演深情款款的李善才后 李采文的人气飙升 更被封为脸蛋天才 成为众多观众心目中的新一代男神 李采文在《浪漫俗成班》中 将暗恋多年的青梅竹马角色 诠释得入目三分 她温柔体贴 默默守护女主角的形象 加上帅气的外形和优秀的学业成绩 完美符合妈盘的设定 妈盘在韩国是指财貌兼具 家境又好的人 是妈妈们心中的完美结婚对象 因此成为剧中备受瞩目的焦点 更让剧外的观众相当心疼 DAY6 Young K JYP娱乐旗下乐团DAY6成员 Young K小学毕业后 曾移居加拿大留学 在学生时期就与好友组成团体 并在YouTube发表多首翻唱影片和创作曲 展现出对音乐的浓厚喜爱 2015年Young K正式以乐团DAY6出道 在队内担任被厮守 副唱 饶舌 擅长作曲和作词的Young K更曾为许多艺人 如GOT7 郑士云 NMIXX等人创作 在事业上交出一张亮眼的成绩表 精通英语的Young K在TOWAC考试中 获得970分 满分990分的高分 还进到了Kartusa美国陆军副边 韩军副兵役 成为第一位Kartusa的偶像 值得一提的是 该机构竞争很大 竞争率通常为1.10分至1.20分 且对体能和英语能力有一定的要求 相当不容易 17 DK 17主唱之一的DK不但有着超强唱功 帅气的狗狗向外貌也非常讨人喜欢 尤其那对笑眼更迷到不少粉丝 此外 DK也是KPOP偶像中出了名的暖男 网上随便一搜就可以找到许多关于他的美谈 之前有一次粉丝在餐厅偶遇DK 坐在旁边的粉丝因为很在意 所以整个过程都小心翼翼地用餐 没想到DK早就察觉 还因为觉得国异不去而帮粉丝签名买单 调宝剑 国民女婿代表调宝剑不但长相帅气 还有一颗善良的心 因此深受妈妈们喜爱 也成为广大女性的理想型 调宝剑除了演技实力有目攻堵外 还是美谈制造机 合作过的前后辈都对他赞不绝口 不仅是性格温柔正直 还很有礼貌很会照顾他人 不少妈妈都表示可以放心把女儿交给他呢 Super Junior龟贤 Super Junior成员龟贤不但长功了得 刚是脑心难担当 出身教育世家的龟贤 父亲是韩国UPI学院院长 龟贤则遗传了父母的有良基因 除了高中时期经常取得全校第一外 刚曾获得奥林匹克数学竞赛总统奖 后来在繁忙的活动日程中 也抽出时间攻读清晰大学后 现代音乐系学士和硕士 而身为毒蛇盲内的龟贤也超有幽默感 之前出演综艺节目《我家的熊孩子》担任特邀MC 有趣的发言抖得妈妈们笑得不亦乐乎 BTS救国 BTS防弹少年团的黄金盲内田救国 不但是许多女性的理想型 还是不少妈妈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女婿 不但长相帅气 拥有好身材 跳唱实力毋庸置疑 超敬业的他对事业也充满热忱 此外 救国的体育和艺术细胞都非常优秀 曾经是偶像明星运动会的传奇人物 创作的绘画作品甚至是可以开画展的程度 而救国同样是美坛制造机 不少曾与他共事过的工作人员都称赞 其是个有礼貌体贴的人 看到工作人员清理地上的彩带时 也会主动帮忙 看完以上妈盘韩星的整理介绍后 大家是不是也深陷于他们的魅力之中了呢 不但外表是free pass像 还有不少脑性男 料性男 难怪收服了许多妈妈的心 若是大家还有其他妈盘韩星想和我们分享 也都欢迎留言